首先跟观众朋友们报告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加州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新闻 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4月3日表示 他将在本周三也就是4月5日在加州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 麦卡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4月5日议长麦卡锡将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 主持一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党会谈 蔡英文3月29日出访中南美洲 展开为期十天的访问行程 拜访的国家包括台湾的友邦维迪玛拉和伯利兹 并分别过境美国的东岸与西岸 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 跟美国长期的政策美台之间强劲的非官方关系是保持一贯的 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至今已经过境美国六次 她此行并不是新鲜事 并没有开先例 而且完全符合现状 去年8月前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随后北京高度紧张并反应过激 举行了大规模实弹环台军演 并在台湾岛附近发射弹道导弹 预计麦卡锡会见蔡英文会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也会提出强烈抗议 但力度应该比佩洛西访台要低很多 接着我们说说不久前被美军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的事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援引现任及前任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话 报道说不久前被美国军方击落的中国高空间谍气球 能够在美国军事基地的上空收集敏感的情报 两位线论官员和一位线论官员 讲NBC说中国当局可以控制气球 使它反复飞跃某些区域 并且可以将收集到的情报实时传回北京 这些官员表示 中国收集的情报内容并不是影像 而是电子信号 例如来自武器系统的电子信号 或基地人员之间的通信联络 CNN报道说 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高空气球 收集美国有价值的情报的能力 并不太担心 因为气球收集情报的能力 并不比中国部署在低轨上的间谍卫星 收集情报的能力更强大 可见被美军击落的气球 绝非中国政府所宣称的民用气球 而是军事间谍气球 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 习近平的政治性格和末路狂奔 台湾政治学者宋国陈先生在文章 中国即将到来的第十危机 习近平的末路狂奔中写道 文革时期中国曾经传颂一首教魂神曲 东方红 此月 东方红 太阳声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今日 中国又出了一个习近平 宜兰教魂 更添伟魅 但东方已不再泛红 太阳也有如日始灰暗 以解剖习近平的政治性格 习近平的性格 可谓其东方帝王元素 与西方法西斯独夫于一生 自居万能之上而独断专行 以权威性能格 权威性能格是一种对权力的迷恋 反民主强调秩序与统一 强调议员化 集体化的人格形态 美国总统拜登就曾经称乎习为暴徒 批评他 温身上下没有一点民主 这种权威性能格表现在统治问题上 就是以国家危机 强能统治 稳定安全的三段推论 对人民进行深度的控制和洗脑改造 今日习近平就是毛泽东的2.0版本 就是文革个人崇拜的再现 杨继成先生在天地翻腐艺术中 就曾指出专制的强制力量 深入到每一个边缘的乡村 每一个家庭成员 每一个人的大脑与场位 实际上这种专制力量还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和骨髓 游透到每个人的细胞与神经 2. 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 提出人两种本能结构 分别是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 生命本能是一种对爱和和平的向往 死亡本能则是对仇恨、暴力、控制、强迫、宠治等负面力量的崇拜 习近平显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死亡本能的人物 其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行 对香港的暴力镇压 说明死亡本能在其性格中的显性特征 表现在习近平身上的死亡本能就是一种破坏体制 为了个人的权利而对既有体制的无理猜信 自他上任以来连续破坏了国家领导人任期制 与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制度 撤出旨在避免个人崇拜的集体领导制 废除干部年轻化制度 无视现代干部公计任用制的重要性 建立任能为心 任中欣赏的独裁领导制 以及铲除敌对派系 破坏党内生态平衡 羞辱前任领导胡锦涛 将整个共产党变成习家军与习言堂 3. 斯德哥尔摩政后群 斯德哥尔摩政后群是一个犯罪学的俗语 亦在只能职遭到歹徒绑架后 由于日久相处 反而认同绑匪的行为 与价值观进一步成为同谋与共犯 习近平就是一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病患者 毛泽东对习的父母极不公平 不仅将他父亲习总勋打成反革命分子 关押在北京卫戍区 就近监视 母亲被下放到武器干下劳改 但习近平对毛泽东 仍然换一种斯德哥尔摩政后群 也就是膜拜萧雄和羡慕倒匪的情节 自权力加深以来 习近平对家仇啊 知智不提 连父亲的名字也很少提及 反而极力为毛泽东洗白除罪 披顿羊毛 乃至妄想如何与毛并驾其须 历史齐名 二 习近平末路狂奔 随着习近平一声令下 放松清零政策 所导致的疫情风暴 包括大面积感染与大规模死亡 中国出现了一个血色黄昏的墨尔景观 然而就在这个墨尔路上 习依然加速狂奔 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三年防疫成就 除了对人身自由极限控制之外 秦林完全无效 防疫彻底失败 无论官方如何造假 编造 无论网络监管 如何三文屏蔽 这些无法磨灭的苦难 都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人民的记忆里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口号 已经成了嘲讽的笑话 当今习近平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对于习而言 要想称霸世界 有不把合作与互助 置于优先的地位 反而以斗争和掠夺来威胁世界 试图以对抗西方和利益全球化来实现民族复兴 以军机战舰逼迫他人脱协 以政权之敌关押维吾尔族人 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扼杀香港民族 以中立的假象暗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假借主权之民试图吞并台湾 换言之 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各种危机 源头只有一个 那就是习近平危机 习啊 可能永远不懂 控制不得于治理 称霸不得于富强 实至今儿 即使身处陌路 依然奋力狂奔 即使身陷史相依然举头壮强 习将中国带向世界界民 与另类国度的境地 习不过是个普通人 甚至比你我平凡之辈更加平凡 但是在中共独裁体制内 平凡之人也可能在权力物边界之下 成为超凡之人 然而这种超凡之人是独裁者的误怕 也就是没有制度的约束 与权力制衡的一夫见解 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 依靠酸淡意志的黑箱决策 一种毫无问责机制的 有权无责 这种非凡之人 是中国的特产 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这种特产必将造就中国的黑暗 盛世 东方红 太阳深 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然而在这种巨大的阴影下 底屏线上 我们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暑光 以上是宋国诚先生 文章的主要内容 但我觉得文章的情绪 还是太悲观了 事实上 中国的黑暗盛世 正在催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那就是宪政民主时代 习近平的使命 是毁灭中国极权统治 他的历史角色是加速师 纵观习执政十年 他让中国经济一落千丈 让中国与西方世界脱钩 成为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夜孤舟 让沉浸在岁月静好中的中国人觉醒 并不再恐惧中共的暴力 任何一个荒唐的时代 都有终结的这一天 也一定会出现一位加速师 来完成这一历史的进程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